哈喽大家好,这里是琼电 大家好,欢迎来到琼电,我是琼哥 一个专注于不标准普通话的电解说 最近看了一部让我感触很深的电影《沙海漂流人》 可以说关于末世的电影之前给大家介绍了很多 但这是一部不一样的末世公路电影 看完后却让人久久不能释怀 电影的背景是在金融危机之后的澳大利亚 一片荒漠中 男主开着他的老爷车 风尘仆仆的停在了一个酒馆前 满身是会在他走进了酒馆里面 想要休息一下 此时一个黑人驾驶着一辆破卡车在公路上击齿 他和身边受伤的胡茶哥正在相互掳骂指责 原来这伙人抢劫了一辆军车 但胡茶哥的弟弟中枪昏迷 小黑觉得弟弟必死无疑 没有必要搭上大家的性命回头去救一个死人 而坐在后桌的大爷表示赞同 气急败坏的胡茶哥直接和大爷施打在一起 卡车也因此发生了车祸 撞上了路边的电线着物抛锚了 没想到这个引进大爷坏得很 提着皮包就直接坐上了男主的车子 带着受伤的胡茶哥和小黑跑了 等男主发现时 三人已经扬长而去 愤怒不已的男主爬上了一旁的卡车 几次尝试后 将卡车重新开上了公路 一路追着三个人而来 三人发现 男主如同鬼魅般追到上来 本想开枪 发现对方有枪的男主立刻放缓的速度 一路尾随 看出男主的用意 三人决定停车与男主对峙 胡茶哥举枪本想威胁男主放弃 可没想到男主只要拿回一阶的车子 并且突然袭击了大爷 胡茶哥只能敲映了男主 并将他丢到了路边 这时镜头一转 一位身受重伤的兵哥哥 倒在了雪坡中 而一位腹部中枪的年轻小胡子 从路边爬了起来 看起来这就是胡茶哥被抛弃的弟弟了 他尽量地爬上了军车 一路追赶哥哥 无奈伤势太重 无法长时间驾驶 他停下了车子 靠在路边的大叔旁边休息 此时从昏迷中 醒来的男主继续驾驶着卡车向前追赶 眼看着气愈耗尽 而三个人已经不知所终 他在一个破解了商店前停下了车子 并进店询问是否见到三个人的踪影 看电的瘦老头表示没有 男主只能走出商店 却发现旁边的房子里面有人 于是他静止走进了屋子 问沙发上的小年轻 有没有看见商人驱车经过 小年轻表示没有 但是男主可以去问问他的奶奶 男主只能向屋里走去 发现一位坐在沙发上 跳往窗外的老奶奶 男主询问同样的问题 没想到老奶奶居然访问男主的名字 甚至表示叫男主愿意 可以浪贱的孙子陪他睡觉 男主觉得十分无语 于是转向其他的房间 却发现一对双胞胎 和一个猪禄正在屋子里面赌钱 这回男主学乖了 他直接表示自己想要买枪 手气不佳的猪禄 带着男主走出了屋子 来到了一辆房车里面进行交易 男主拿到枪后 直接开枪杀手了猪禄 在此返回房间后 男主用枪指着老奶奶 要求他回答去的问题 没想到老奶奶依然淡定了 询问男主的名字 看见老奶奶不准备回答 男主愤怒到发抖 这时老奶奶告诉他 自己的确看见过他所说的车子 但是车子早已经走远了 并未停留 不过老奶奶很想知道 车子里面究竟有什么 能让男主如此的紧张 看见老奶奶露出渴望的眼神 男主最后一言不发的快速离开了 也许是太久没有看见过 有情绪波动的眼神 让他落荒而逃 正当他打算开车离开 却发现车门上有几个新鲜的血手印 伤受重伤的胡茶哥弟弟 突然冲出来拉扯男主 并不断地询问 觉得哥哥在哪里 为什么男主会开着哥哥的卡车 可没有等男主来得及反应 弟弟就晕了过去 为了问出胡茶哥一群人的去向 男主冲进了砸火店 询问说老头 附近的医院在哪里 夜幕降临 男主带着昏迷的弟弟 来到老头手出的医院 得知男主并无二意 女医生和搭档帮助男主给弟弟做的手术 当男主询问医疗费用时 女医生却表示自己救人并不是为了钱 听见女医生的回答 男主放松了戒备 他要走到的后院 竟然发现了许多的狗狗 女医生表示 这些都是被主人移去的宠物 自己必须将他们关进路级里面圈养 否则被人们发现 他们很可能会成为盘中餐 第二天清晨 弟弟率先选了过来 女医生表示 要检查一下伤口 而搜寻过来的男主直奔主题 逼问弟弟说出胡茶哥的下落 弟弟表示 哥哥他们的目的地是南方的一个城市 自己愿意带着男主前去 突然一阵警报声响起 女医生表示 有车辆正在逼近医院 男主赶忙让女医生将来福枪交给自己 此时站在外的搭档正准备上前查看车辆 却被车子里面的人当场击毙 男主奥华部署 立即开枪打死了车上的人 得知这些人正是注入他们一伙人来找男主报仇 女医生愤怒地冲上前 想要为搭档报仇 却被男主按倒在地 男主并不想伤害女医生 直接带着弟弟离开了 一路上男主沉默寡言 而弟弟看着男主冷酷的侧脸不敢造势 一觉醒来 已经是黄昏 弟弟忍不住喊二 于是男主在一个汽车旅馆前停下 两人刚进房间 男主就掐住了弟弟的脖子 原来他早就看出弟弟根本不知道方向 眼看弟弟叫自信 男主松开了手将他摔倒在床上 弟弟表示 自己只知道哥哥的目的地是一个叫卡伦的地方 男主按捺住自己的怒气 拿走了手枪 临走前 他将一把没有子弹的枪留在了房内 夜晚 男主正在房前发呆 这时弟弟走出了房间 向空地里面正在干活的华人母女 询问卡伦的路 紧接着他走到了男主的身边 告诉男主自己询问的结果 并且告诉男主 想要去卡伦找到哥哥 必须带上自己 男主也表示 他不会丢下弟弟 因为到时候如果找不到几人 自己一定会杀了傻弟弟泄凤 这时我才发现 这个外表帅气的弟弟 似乎智商并不太高 他爱脸天真的询问男主 为啥要对自己的哥哥干坏事 男主直接讽刺弟弟 明明被哥哥抛弃了 等时还意味着维护那个没良心的哥哥 在这种年代 最好学会心狠手辣 才能活得更久 男主劝傻弟弟 认清自己被哥哥抛弃的现实 哥哥这回 不知道在哪里逍遥 早就将弟弟 忘到酒香云外了 深受刺激的傻弟弟 一路跑回了房间内伤心 不久他发现男主留在桌上的手枪 从自己的口袋里面掏出了纸袋 而这时一辆警车巡逻经过旅店 吓唤的弟弟赶紧躲在了床边 突然敲门声响起 惊慌失出的弟弟立即开枪 可当他打开门时 却发现自己打死了 是来送毛毯的小姑娘 还没来得及自责伤心 枪声再次响起 弟弟赶紧躲进了房间 听见枪声的男主立即赶了过来 他开枪打死了士兵 带着惊魂未定的弟弟连夜离开 车子开了一天一夜 弟弟也在相处中 渐渐向男主敞开心扉 他告诉男主哥哥说 自己要在卡伦停留两个星期等了 但男主觉得胡察哥说的话不口信 弟弟显然受到了不小的打击 他觉得哥哥并不是男主所说的狡猾坏人 弟弟表示自己一直忘不了 那个被误杀的小姑娘 男主却告诉弟弟 不要忘记那些被自己杀害的人 记住他们 这是杀人凶手该承受的惩罚 清晨弟弟悄悄的醒了过来 找了个偏偏的地方方便 突然两个全副武装的士兵出现 逮捕了男主并将他带回了居地 一路上男主依旧面无表情沉默不语 他甚至希望士兵能够就地枪决他 可士兵们却不这么想 省望男主的军官想要将男主顺道心里 却表示自己仍然坚守在工作岗位上 这样政府才会继续给他们发薪水 而男主究竟做过什么 对他们来说毫无意义 听到这里 男主只觉得这个世界可悲 他开始讲述这些经历 十年前他杀掉了这些出轨的妻子和情妇 他没有隐瞒自己杀人的事实 但是至今为止没有人追究他杀人的责任 这让他一直活在痛苦和煎熬中 活在这个末世一切的社会中 如同行事走漏 尽管如此 军官依旧无动于衷 他只想要一份男主在本地犯罪的口供 突然枪声响起 原来傻弟弟一路跟踪到基地 并且枪杀了基地仅有的三个人 男主看见一路赶来只为救自己的弟弟 有些不可置信 最后两人继续去车前往卡龙 可这时弟弟的伤口突然疼得厉害 男主不再像之前那样冷漠 他停下来帮助弟弟清洗伤口 然后重新上路 不久他们来到了一家服务长 男主想要购买汽油 但是店主只收美元 男主正在放男 这时弟弟居然潇洒的下车掏出了美金 顺便还给自己和男主购买了一盒子弹 听见弟弟自然的称呼自己为朋友 男主愣在原地有些不知所措 终于他们来到了卡龙 在弟弟的带领下 他们找到了胡茶哥一伙人的藏身之所 但是对方能多示众 弟弟提议第二天清晨在行动 一晚弟弟向男主表达了自己想要亲口问问哥哥 是不是真的不顾他的死活 如果真的如男主所说 自己将亲手杀死哥哥 男主看见弟弟眼中的仇恨 却产生了不一样的感觉 第二天清晨 两人来到了屋外 男主看见了耳机的车子 他自然的坐上了车子就想要离开 但当他看见弟弟脸失望愤怒地盯着自己的眼神 男主选择了下车 他闹着房子探查了一圈 告诉弟弟屋子里面有四个人正在睡觉 男主负责屋里的两人 他让弟弟将车子的两人带到前厅 但别开枪 弟弟连连点头 两人商量好后摸进了屋子 走进里屋 男主困住了小黑和眼镜大爷 另外边到达了车子的弟弟 看见了躺在床上的哥哥和另外一位胖大爷 他掌斗地举着枪叫醒两人 但看见弟弟的胡茶哥 想让有点懵逼 他询问弟弟究竟要干啥 这时他们听见了屋子里面还有个陌生人的声音 哥哥赶紧举起了枪指向弟弟 弟弟激动地询问哥哥为何要抛下自己 哥哥解释 自己以为弟弟已经中枪身亡 他命令弟弟赶紧放下枪 弟弟越发激动于无伦次 而握着枪的手更是抖得厉害 正在此时 他的枪突然走火打在了墙壁上 哥哥一进 直接开枪 正中弟弟的脖子 弟弟当场死亡 看见弟弟倒地的样子 男主直接枪杀了小黑和眼镜大爷 并一路来到了车屋 而看着倒在地上 死去的弟弟不知道该如何 但哥哥看见走进屋子的男主 立即自望男主对自己的弟弟做了什么 而男主只是沉默地给了他一枪 甭想再给叛大爷一枪的男主 却在叛大爷无动于衷的凝视下 热泪盈眶 最终他将胡杀哥 杀弟弟 引进大爷和小黑的尸体 拖到了空地 然后一把火烧毁 然后开着追的车子 来到了一处荒漠 千里追车 不惜上人放火 要追回追的车子 一切都是因为自己后备箱里面 放着记得爱犬尸体 我不知道这只已经死去多次的狗狗 究竟陪着男主经历了什么 但是从男主看见车子的那一刹那 想要丢下傻地地 直接走人可以看出 或许在他行尸走路般的生活中 狗狗是他生命中 唯一的牵绊与温暖 即使他的生命已经走到了终点 男主也无法忍受 他被抛尸欢迎 玩命之旅的目的 不过是能亲手将他埋葬 看完最后一幕 说实话 我真的久久不能释怀 我希望我们所有人都不会在有生之年 经历如此恐怖的绝望 这样的末日电影真的很不一样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